圣灵教教主震动 在唐门对战圣灵宗的团战中 霍宇浩频频掏出底牌杀手锏 导致圣灵宗战队除了唐雅全员战死 剧情紧接上级贝贝唤醒唐雅自身却深受重伤 此时唐门还剩下六人圣灵宗四人 因此霍宇浩请求与圣灵宗团战决出胜负 伴随着正战大鹤一声比赛开始 唐门与圣灵宗的战斗正式打响 几乎同时唐门六人就开启了自身武魂 而何菜头第一时间将七级束缚之光的炮口打开了 另一边四名邪魂师也释放了各自的武魂 只见那颅梗梗梗的身体就像气球般 骤然膨胀成了一团五米的巨大肉球 双眼血红浑身散发出绿雾 将整个比赛台都砸出钢铁的声音声 这是什么怪物 一时间全场观众都被惊呆了 更可怕的这大胖子皮肤都是补丁状 口弦掉落地面都冒起了绿烟 看见对手这恐怖模样唐门众人都是疑问 随即就听霍宇浩解释道 增悟 这是一种可怕的亡灵生物 霍宇浩表示增悟可以靠吃尸体来增强能力和恢复伤势 能力无比强大 而霍宇浩之所以知道这些 自然是伊莱克斯告诉他的 因为在亡灵世界中增悟也是高阶的存在 卢耿耿释放增悟五魂后 他身边的唐带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他的步伐前进 很快就变成了一具比卢耿耿还要高的金色窟窿 比赛台上接二连三出现的诡异一幕 不仅令台下观众们纷纷惊呼 主席台上的王公大臣更是露出厌恶的神奇 徐天然同样眉头大皱更是觉得晦气 此刻他只觉让圣灵宗出现在大赛上就是个错误 因此他心中做下决断 这场比赛若是圣灵宗赢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决赛上 便让圣灵宗弃拳把冠军让给史莱克 毕竟他可不想自己在国内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看见唐代的变化霍宇浩再次提醒他 富罗王物理能量防御极强 擅长物理攻击缺点是不会远程攻击 此时霍宇浩内心也有些疑惑 按道这些邪魂师居然都和亡灵生物有关系 那颜峰身上也出现了变化 冰蓝色的龙灵覆盖全身 下一瞬两黄两子三黑七个魂环骤然升腾 这颜峰竟然也是一位七环的邪魂师 加上贝贝干掉了两名六环邪魂师和令其失控的唐雅 圣灵宗原本的战力是两名七环五名六环 圣灵宗的实力果然恐怖 至于那谷宇他的五魂师一柄股杖 在圣灵宗最后方随时准备支援 曾物和骷髅王同时前冲 颜峰再跟随着一起上前 这时徐三世突然大喊道 开始吧 说吧 唐门五人将他团团围住准备发动攻击 下一瞬黑光一闪谷宇便接替了他的位置 就见徐三世出现在对手的后方 正是玄冥置唤发挥了作用 而谷宇立刻接受到了唐门几人准备的欢迎仪式 却见谷宇迅速施展出第六魂环虚无 这魂技让他的身体变得如空气一般 众人攻击皆是落空 而对邪魂师恨透的霍宇浩终于出手了 只见他额头上的紫金色光芒变射而出 谷宇顿时发出惨叫七窍流血 这一击精神力攻击瞬间将他从虚无中打回原形 眨眼间谷宇便当场隐蔽 至于圣灵宫另外三人之所以没来救援 原因是被徐三世以玄武之欲暂时困住 为了拖住三人徐三世已经口鼻流血 三大邪魂师看见谷宇完蛋了 果断掉头决定先解决掉徐三世 却见徐三世嘴角一撇再度发动玄冥置唤 下一刻三人就看见无数小锤子光影将他们笼罩在内 灵魂都在剧烈的颤抖 吓得三人故步的攻击赶狼防御 正是霍宇浩王冬儿的五魂融合计 虚无中的真言心灵风暴 刚才正是徐三世将光之霓裳的浩冬置唤了过来 这种战斗方式不禁令人叹为观止 独不死更是不由地赞叹道 史莱克终究是史莱克呀 此刻比赛台上战斗还在继续 趁着三名邪魂师防御的功夫 江南南一记妖弓便将萧萧甩了出去 很快萧萧弹射到三人的上空 第一第二魂技国之重器顶之震荡释放开来 同时三生震魂鼎猛地撞向那骷龙王 根据霍宇浩的探测引导 五米高的骷龙王瞬间被撞飞了出去 七八根骨头都被折断了 即使这样萧萧也没打算停手 只见那大顶一分三成脊脚之势 将那骷龙王死死地困在其中 正是萧萧的第五魂技三生震魂 一种可对灵魂震慑的强大魂技 当骷龙王受到镇压之时 七环的阎峰已经从心灵风暴中清醒过来 一道冰蓝色的光芒便朝萧萧轰去 企图将困住的骷龙王救出来 颜峰清楚两对六的局面对他们越发不利了 而就在他发出攻击后 几乎同时霍宇浩胸前射出一道碧绿光柱 中途便将他的攻击拦截了下来 而王冬儿也随即发动叠神斩瞒住了颜峰 另一边卢梗梗此时也终于清醒过来 可惜他刚清醒就被一道暗红光芒命中 身上已是多了一个娇飞的小洞 正是何菜头使用七级穿刺炮造成的伤口 卢梗梗吃痛的探着何菜头 下时间一团五米的肥肉便腾空而起 朝着何菜头猛砸了下来 眼看的巨大阴影从天而降 霍宇浩嘴角冰冷右手一抬 小雪女快速变成了雪蒂娜绝色谜 霍宇浩自创战绩光之女神也出现而出 一经一百两道身影静直融入到她的身体之中 而迎接卢梗梗身体的是霍宇浩的右手 冰雪般洁白的一掌就印在了卢梗梗的大屁股上 随后霍宇浩的轮雨向后滑动 卢梗梗的身体也狠狠砸在了地面上 另一边七环的阎峰彻底发威了 强悍的魂技令将楠楠和菜头王冬儿 徐三十压力倍增 最后更是施展出最强魂技武魂真身 下一秒比赛台上出现了一头十五米长的古龙 古龙眼眶内跳动着愤怒气息的深蓝色光焰 突然阎峰所化的古龙一记前冲 徐三十人飞顿碎鲜血狂喷 然后古龙再度撞向和菜头 和菜头快速释放出无敌护罩到飞而出 这无敌护罩虽然破碎却是挡住了这一击 相比徐三十他还是幸运的 就在这时卢梗梗暴虐的怒吼道 你们都死定了 说把他朝着霍宇浩扑杀过来 而那古龙也没停下攻击 一口吐息将魂岛护罩保护的和菜头冻成了冰坨子 萧萧关注着其他队友的动向 却依旧紧咬牙关控制着骷髅王 毕竟若骷髅王被放出来 那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一刻形势逆转唐门危在旦夕 江南南早前被古爪囚龙困住动弹不得 徐三十被古龙重创倒地不起 和菜头也被冻成了冰雕 真正还能战斗的只有霍宇浩王冬儿 看着比赛台上的局面 所有人都认为唐门大势已去 不过他们却看见霍宇浩依旧在行动 在魂岛推进器的推动下 霍宇浩朝着王冬儿迎了上去 那阎峰古龙见状朝着二人冲来 他还不忘朝着萧萧的方向喷出一口土气 面对这种危局霍宇浩站了出来 他全身散发着金光背后浮现一道威严身影 虚空一拍军灵天下的气息伴随着金光射出 正好拦住了那道古龙的土气 紧接着霍宇浩额头树眼张开 而背后的威压虚影竟然也变成了银色的树眼 白银级本体武魂二次觉醒 几乎同时懂得本体武魂的魂师无故惊呼出声 显然这是霍宇浩的底牌之一 也是大赛以来他掀开的第一张底牌 阎峰古龙心中大惊暗道 不是本体宗的人才拥有这个能力吗 而王冬儿此时也从霍宇浩背后抱了他 下一瞬霍宇浩残废的左手抬了起来 做出一个虚空抓握的动作 只听轰隆隆的爆炸和卢耿耿谢斯底里的踩叫 阎峰定静一看 发现卢耿耿的身体有三分之一被爆开 这正是地长大汗吴雪加冰爆术的效果 这一击重创了卢耿耿 趁他病要他命 霍宇浩王冬儿果断冲向卢耿耿 卢耿耿同样惨叫着朝二人前冲 阎峰所化的古龙见此情形 一道冰蓝色红流悍然向三人方向轰去 红流过后一尊冰雕出现在比赛台上 冰雕被冻结后便化为无数冰粉飞赛 结束了 古龙眼中流露出傲然 不过很快就变成了惊恶 只见周围扭曲的光芒消散 半空中王冬儿正抱着霍宇浩 卢耿耿的身形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是霍宇浩微笑的 清理门户的时候你的力量很强 阎峰心中一尘不明白霍宇浩是怎么做到的 而霍宇浩再次有了动作 他额头一闪一道金光就落在了阎峰身上 正是命运之凝视 短时间内可令敌人摔神附体被命运抛弃 杀了他杀了他 阎峰心底不断有道声音响起 就在他愣神的功夫 比赛台上突然亮起了晶莹双色的光芒 在霍宇浩身前身后居然都是金色的光之女神 随后两道身影冲进了霍宇浩的身体中 绚丽夺目的光韵从霍宇浩身体中升天而起 一圈紫金色的光环随之出现在霍宇浩身下 这圈光环中有着数种不一样的图案 黄金龙光明女神叠雪地树同天 梦兵谈兵地地黄歇 这些光纹形成了复杂神秘的光环 在光环衬托下一名身材修长的男子出现 她英俊面旁黑发披散紫金色的树颜仿佛能看见天地制 这一刻现场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五魂融合技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就在众人震惊之时 那紫金色的身影形同闪电般冲了出去 她从那骷髅王身上一闪而过 只听轰的一声 骷髅王发出惨叫庞大的身躯倒地化为无数碎片 紫金色的身影宛如天神下凡一般一掌击毙骷髅王 阎峰心中骇然她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了 旋即古龙不顾一切地向那身影冲去 却见那紫金光影脚下升起五个魂环 第一魂环血红色 第二道第五魂环都是成金色 这道身影左手抬起虚空一按 巨大的古龙在手掌前方无法寸击 随后便看见洁白与碧绿双色光芒闪过 两个娇俏动人的身影在空中重合 一道道冰润冲天而起 一旁的不破斗罗正战早已目瞪口呆 这一击若落到她身上 她都不敢肯定能接下来 这几乎相当是魂斗罗巅峰的权力一击 而她并没有封号斗罗的战斗力 不知过了多久只听那阎峰问道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魂技的名字 过雨后冰冷的声音随之响起 他叫做冰雪二帝之骄傲 阎峰道了一声谢谢过后 那古龙瞬间崩塌化为无数碎块坠落 最终全部化为了鸡粉 圣灵中战队除了唐雅全部战死 主席台上那神秘国师猛的站起身 恐怖的气息爆发 骤然间七八道身影死死 不在徐天然身前 这时一名黑袍女子喊道 教主冷静 此言一出那国师才收敛气息雨气冰寒的说道 好一个唐门竟敢杀我教弟子 只见这国师表示要抓住唐门这些人 将他们一一抽骨练魂 另一边比赛台上 霍宇号王冬儿重新出现 冬儿我们赢了 霍宇号用力的说道 王冬儿却是眼神复杂点了点头 看着他的男人他眼中满是骄傲 喜欢的点赞关注追翻防止迷路哦 下一集解说三位一体五魂融合技 紫金蝶龙变堂门进入决赛